所以這件事情在你人生中 算是一個很大的傷口吧 因為我真的把他當成 很好 很好的朋友 因為這真的很背叛耶 對 就是我會去他家的那種 然後什麼事都跟他講的那個 而且那時候他去 那個男生還去香港找過他 然後什麼東西 錢 他出了 他還帶他去買好多東西 什麼什麼的這樣子 所以那是其中一個傷口 對 所以他人生 他身上的傷口你都知道嗎 在哪一天 都知道 第二個也滿誇張的喔 我覺得他以前的戀情 我真的講都講不聽 然後因為他每一段戀情 他都跟我講 甚至叫我幫他 就會叫我幫他拔 那有一個女生就是 是他自己去拔來的 然後我看到他的時候 其實我就沒有很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女生一看 其實你知道我們女生 都有一個直覺 一看就知道 你知道就是 他在我們面前是假的 然後他就覺得不會啊 我覺得他很讚啊 什麼什麼 結果那時候 他也是在香港 也是在香港 然後那女生在台灣 那就回來的時候 到他們常常見面 那之後有一陣子 他開始就跟我講說 就是好奇怪 他就打電話 這個女生都沒有接 好 之後來呢 那個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那女生我跟他講說 他沒接是因為 他就是加入那個健身房 會員 他要去練身體 結果 練到後來跟教練 搞上去啟動身體 但 但是他們的關係還存在中心 還存在中 他不在台北 然後那女的就跟教練 你為什麼會知道 那麼多事情 因為 因為後來他也知道啦 是女生自己 不小心被抓包嗎 還是 妳說那個驚喜那一次喔 驚喜 驚喜是什麼 驚喜是什麼 沒有 他有一場問你講 看你喔 對 蠻長頂的 就是女生健身變健身 對 就是 真的 是你心眼目睹嗎 沒有 那一次的驚喜 那一次的驚喜 你們兩個 你們要不要先去 我們那時候 他一定很開心 對 那一次 雞雞重要的事已經講完了嘛 就是那個 現場有這樣會 幾月十號再讓你講一次 趕快本身再秀一次 這本次 8月3號 4號 5號 已經開賣了KKTix 然後這首歌叫做Chagi 也更開了 去哪裡買 那個票 KKTix OK 因為我們檢查他 可能會專注一下 謝謝 等一下 那個你們兩個 有什麼需要講嗎 我可以幫他算他的生命齡數 看看女生是什麼樣 找到 那你是在聽他的故事 你根本給人家期待 就這樣 等一下讓你算 因為他最近 我覺得很需要算一下 對啊 我們算他的流年 我們算他的流年 對不起 今天要講完了 好期待 那一次驚喜是因為 我在香港 然後想說 那一次就是 偷偷地回來 給他一個驚喜 好可愛 好可愛 因為那時候是我有一個朋友 那時候他台北北地方住 所以我就跟他說 那你就住我家 反正就有個伴一起陪伴 那我當初也沒想那麼多 然後那一次我就跟他說 你幫我跟他講說 我什麼時候 你問他 那個時候他在哪裡 因為我不想要他在家 我想要回來的時候 看到 驚喜這樣子 然後結果他就說 他說 你女朋友說他會去看電影 跟他姐姐去看電影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不在家 我說 那太好了 一切都是完美的 結果後來 我一回到家門口說 奇怪 我們家 然後我就想說 怎麼怪怪的這樣 然後我一開門以後 就看到狗 在那邊跑來跑去這樣 然後我就再一轉頭 看到沙發 坐了一個男生 那個 穿著背心很壯 這樣子 然後 他很壯 他很壯 然後結果我一回頭 我看到他 我第一句我只問他說 他呢 然後那個男生就跟我說 在房間 這樣 然後我就走進去房間 然後我看到我那個女朋友 就坐在 穿著那個小可愛 穿著樂褲這樣 然後坐在床邊 那邊翻雜誌 我其實這什麼 這什麼圖 為什麼 為什麼那個男生 沒有很像喔 為什麼那麼冷靜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在房間 然後結果後來 後來呢 我就 還是說他以為你是水電工嗎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男 就是那個女生 就是跟他講 他沒有男朋友 所以等於 他長時間在香港嘛 所以等於那個叫 我變小三了 對 可是照你說 一個男生突然出現 然後那個叫做 他說 你哪位啊 對啊 他怎麼會這樣 他還這樣 然後奶奶還說他呢 什麼跟什麼 這什麼變形的 然後就 莫名其妙 然後就放在床 然後 我那個時候女朋友 看到我他就說 他問我第一句話說 你有沒有嚇到嗎 他也沒有 他很冷靜 然後雜誌還繼續翻 我會覺得很奇怪 他沒有把雜誌這樣 你怎麼回來了 沒有...完全沒有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說 我說 那房子是你的 對 我租的 然後結果後來 他第二句問的更經典了 他說 你有跟我朋友打招呼嗎 對吧 對 很屌嗎 我整個大媽耶 我整個大媽 這什麼劇情啊 我說 只有我家裡 我根本要跟他打招呼 你們要贏嗎 對 精采了喔 對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後來我就很生氣 你應該想要揍那個壯男吧 沒有 他太壯 我把他打招呼 打招呼啦 然後我就走了 然後我走了之後呢 我朋友 因為我朋友 你離開那個家 我離開那個現場 我離開現場 因為那氣氛就很奇怪 可是是你家 應該說你們兩個滾 對啊 對喔 我當初的時候 因為我要走了 而且你剛才會走的時候 教練還坐在沙發上 坐在沙發上 怎麼畫 那他的衣衫是整齊的嗎 是整齊的 就是一個很緊身的背心 這樣子 然後穿一個那個運動褲 穿一個對的運動褲這樣 就安靜地坐在那邊 安靜地坐在那邊 什麼 好帥喔 然後結果後來我朋友 因為他載我回去 我就又上他的車 我說等一下 先不要開 然後我就想說 他會不會打電話給我 我女朋友說 對 打電話說不是... 結果我沒有 結果等了十分鐘都沒有 然後後來就看到那個男生 然後拿著一堆那個 就是罐頭 你知道嗎 就這樣走出來 狗的罐頭嗎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罐頭 然後就這樣走出來 然後他才打電話來 然後打電話來 然後我就都不接 我還是要回去嘛 對 因為我還是要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我回去 我就問他說 這男生在哪裡認識的 他說 他就不講 一直這樣子 我說夜店 因為他那時候很喜歡去夜店 他說 我說 OK 好 那他來幹嘛 沒有啊 因為他說他去好市多 買了很多那個 鮪魚罐頭給我 然後想說要拿來給我 我說 我買不起罐頭給你吃嗎 你為什麼要吃 人家的鮪魚罐頭 真的 他吃的是別的吧 對啊 很奇怪吧 所以他純粹是來送罐頭的 他是這樣講啊 然後後來我就跟他說 不行 我真的就沒有辦法 然後我就分手了 然後聽說後來他們有在一起 對 但這一個 這只是其中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很 這是第二道傷口嗎 這算是一個 就是因為 這個比較深 還是上一個比較深 我覺得還是上一個比較深 上一個那個是 上一個因為是你的好胸 我覺得應該比較深吧 對 那個深 其實這個也滿深的 不然我也不會記到 這個太衝擊了 視覺之下 就是會 但他還有第三個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先讓Winnie 你幫他猜一下 是不是 對 所以Winnie老師 你聽到他的故事 你有沒有覺得 然後他最近又跟小嫻 雖然是很和平地分開 但是我不知道 那有沒有造成他心裡的傷口 那個有算傷口嗎 小嫻那個分開 有沒有一點點 其實我覺得 每一段分開都會是 都會 其實就因為傷慣了 就還好 學老師他怎麼辦 接下來 可以問一下那個 金剛哥的出生年月日嗎 一九八一 直接算 等我一下 直接算 這麼厲害 一九八一 一月十九 還記得 好 我們先看他的流年 流年 然後是三號人的 三號人 老師為什麼 你幹嘛問你 你幹嘛問你 你為什麼問老朋友 你為什麼要幫我算一算 可是你才是老師 不要這樣嘛 十九 二十 二十 二十一 三十 妳是數學不好是不是 比較緊張嘛 數學不好 還可以當生命 林樹老師 緊張啦 緊張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金剛的流年是八 那在流年八的時候 事業它會是一個 你今年終於比較會被 大家感恩 就會比較被感恩 你其實累積了很久 可是之前就很容易 肉到嘴巴就被叼走 那今年特別是下半年 大概九月之後 到十一月真的是比較好的氣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些什麼 一定要把握這個時間 但其實現在已經 有人在找你談了 對 大家流年八會賺到錢 那流年八也很容易遇到 相對比較是在 轉角遇到愛的愛情 也很容易 對 那就好的 好的嗎 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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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 一切 輕一點啦 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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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臉紅了 又臉紅了 又臉紅了 而且東西都掉了 他媽的臉紅了 東西都掉了 真的啦 而且今年你看上演的 跟你喜歡的 都是珍惜你的人 會順著你的脾氣走 會順著你的脾氣走 因為其實你也是滿大男人的 你有大男人嗎 有 我覺得有 我有 他其實談戀愛跟當朋友 完全是兩個人 所以跟他談戀愛的女生 要滿有智慧 因為他其實 情緒表達有點障礙 你看 好強喔 好強喔 真的嗎 真的 對 因為有時候 我不太會講我自己 內心的東西 他不知道怎麼講 對 所以今年OK 今年這個女生懂說 其實你沒有講 但不代表你沒有感覺 要把握流年八 真的就是什麼都好 那他是哪裡人 我可能敢印一下 我這樣都敢印一下 我這樣 轉腳 所以都去路邊走走 或是等一下給我 回頭一下也可以 轉腳 對 轉腳 老師你今天有沒有覺得 整個人就是 順暢很多 那你大講 特講一整段耶 那命令出來是很準的喔 對 那我為了大家 我要開課 我要來開課 而且剛剛他都一點頭如倒 算就說 真的耶 有 對 有中的 好啦 你反回一層了啦 因為如果人類圖的話 他講很差 我們會剪掉 所以你今天也用圖 謝謝 恭喜你 好啊 然後希希還有什麼故事啊 是什麼包包的事情嗎 就是我覺得他 有可能會生氣的事情 因為有一次好像是他 有喜歡他的人 然後他其實跟 可能很多朋友都很好 然後那個喜歡他的人 就吃醋 然後開始講他的壞話 而且是一個女生 女生喜歡你 對 但他不是那種愛 就是對朋友的那種喜歡 但喜歡到他 喜歡到想贊由你是不是 對 然後就開始在我周圍 就是會跟一些我 周圍的朋友講一些 我的不好的話 讓其他人比較靠近 然後他就可以 對 他就可以這樣 然後就後來就聽到太多 就是有的沒的話 就是然後其中一個最嚴重的 就是曾經有 聽到他跟別人說 小小就是 用包包換包包 什麼就是 就是叉扯的 就是 用包包換包 用手勢你沒人看得懂吧 用包包換包包 對 然後就反正 這很難聽耶 很難聽 而且我就本來 就是包包拿 你應該是反過來吧 就我不喜歡認識我的人 大家都知道 我本來就不喜歡 拿一些什麼包包 或是就我也不是那種 那很重要吧 對 對 反正就是 有聽到滿多滿狂 所以我內症 就是心情非常低潮 所以那時候都是西西在陪你 對 那你的生命靈數 我就不算囉 不用 不用 現在好得很難 因為我覺得 威尼今天表現得我 妳要 妳要 因為我想確認 感情很不順的那種 對 我想確認一下 我的感情是不是 轉角 好 沒關係 妳一直想要去 我一直想要轉角 一直想要聽歌 等一下 老師 妳要不要算 她跟金剛有沒有可能 我想要轉角 我先問一下CC啦 你今天幫這位金剛 會是你喜歡的類型嗎 她很有才華喔 對 她喜歡有才華 我是可以直接講的嗎 可以 可以 不是 我的 太棒 好 好 我跟妳 我放心 但是但是 金剛可能免了一道傷口 對 謝謝 但我覺得 真正喜歡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太綿 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妳空窗很久了 所以妳想要問一下 感情的事情是不是 對 然後就是確認一下 轉角這件事情 有還是沒有這樣 那妳要講一下 妳能不能出現 妳的 一九九零 一一 十一月 對 一三 算了 加得起來嗎 可以 LB會當我 等一下LB可以承認 二五七耶 三四五六 三六年 妳沒有朋友 妳沒有朋友 妳根本不會順嘛 妳看不到 妳可不可以再計算機啊 沒有啦 來 我們來看一下 對啊 好 一個是 生命運輸三號人 然後一個是生命運輸七號人 C是七號人 但C系是二十五的七號人 好 主要的意思是 我覺得這件事情 如果你們要在一起 金剛要練習的事情 他們也要跟妳講 等一下 妳們講的 我們真的要跟他在一起 妳們是已經在做 直殺了一個 如果妳們可以 自己走下去的話 全CC 全CC就好了 不好意思 沒有那麼常上節目 對不起 我練習一下 有FU 要有FU CC本人的話 CC是生命運輸七號人 那七號人其實是跟 我們LB一樣 他們基本上是 要自己追愛型的 所以LB就 LB跟CC 我就算今天介紹 再好的人給妳 可是你們如果 不是妳主動追 妳就沒有FU 真的嗎 所以男生不會主動追他們兩個 會 可是她要反過來說 不能 妳不能讓我知道妳在追我 是要我先採取第一步 所以妳可以嗎 妳是這種勇敢的女生嗎 我是 她完全 我都在追 然後來追我的 可能真的比較沒有感覺這樣子 對 所以妳喜歡自己去追的 對 OK 好 所以 小鈴鐺喔